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到山里面的一个小河沟钓鱼小鱼就在前面 我们过去找个好位置就开钓 就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刚好是一个水的停留住在这里 然后河水在上面流下来 然后流往下面 这个地方应该有货 准备就开钓 平时有人过来钓鱼的 看一下这个砖头就知道 今天还是带了这个竹杆过来钓 先调一下漂 水有一些流动 还是蛮深的 这个地方 看一下河水在上面流下来还是蛮大的 水深大概有一米五左右 这根竹杆应该是两米多这么长 然后今天又我是蚯蚓 挂上蚯蚓就开钓 好,开钓 希望今天有个好的收获 我们就钓到边边一点 中间水流的比较急 重点 又断掉了 本来万象飞起来 小堂次 这怎么办 小小的一条堂次 这样飞了起来 结果断杆了 这下怎么钓呢 挂了这么长的一截 看来就得用这截钓 不管了 用这截钓一下 就带了一只杆过来 酸了好长一截 不管了就这样子也开掉了 来都来 第一条就爆杆了 又一条堂次 这个是堂次 不是土壇角 哇 这个鱼老黑了 看一下 好瘦好长 已经收获两条了 还可以 两条都是堂次 大货 连鱼 赶子太硬了 它直接上来 射得要大了 哎呦 进草网 它又爬着 可以可以可以 终于搞得有点大货了 这条连衣 一马有两斤多 这条飞不上来 超级大猛货 可以啊 刚才 黑条了 没有种鱼 掉了有两个来种 连杆了三条 现在又是没有口了 再等一下看一看吧 又来一条糖质 看下这鱼瘦黑瘦黑的 不错不错 又上一条 已经掉了四条了 今天看来要保护 刚才这边还有鱼跳起来 好像很大一条 应该有个一两斤以上 在野河里面 钓到这种一两斤的鱼 算是很大的 很少遇到十几二十斤那种 那种就是鱼王了吧 很难遇得到那种 又等了将近两个小时 一直没有口 就刚才上了四条鱼之后 动的不动 什么情况啊 还看到鱼跳起来 好不等了 收工回去了 这只竹竿还是大有趣 好我们看一下收货 全是亮货啊 钓了四条鱼 一条大鳞鱼 还有三条这个 三条这个糖刺 太瘦太小了 我就把糖刺全部放了 收这条鳞鱼回去就行了 好把这个糖刺放生了 太瘦太小了 拿回去没有什么意义 大概有三四两吧 不到半斤 大概有个三四两吧 就带这一条回去 哇这个鱼王又脏了 洗一下 这条鲰鱼也不错 大概有个两斤还是两斤多 那现在就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